你以我叱咤伤害数十年的经验来看 天上呢是不会掉馅饼的 所以啊 这个单子肯定有问题 咱们公司没有实力 它一定是有目的的 对啊 它的目的就是我 什么 你们俩 有那个了 有哪个了 诺诺 你可要小心 万一哪天被你们家那位知道了 这又是一场腥风雪雨了 为了六十八万你不值得呀 谢阳 看不出来嘛 你还挺有气节的嘛 第一 我跟周彤什么事也没有 第二 这六十八万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六十八万 咱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 那些供应商恨不得卷着铺盖卷睡到我们公司来讨债了 就算我跟周彤真的那什么了 为了咱们公司那也值了 行 反正尺度呢您自己把握好 好 这个婚姻啊买之不易 你别一不留神 又被打回圣女原型啊 别老圣女圣女的 那从你嘴里说出来 圣女怎么听起来像个贬义词呢 我一直觉得圣女是一包义词 好 谢阳 咱们公司就全靠你了 六十八万还没有到账呢 你要努力哟 行了吧你 好 咱们女总啊 要上陈贵泽地头路 少胡说八道的你 小昂 你快到我们公司来一趟 我有事找你 好 妈妈 妈 妈 你怎么回来了 这头买了好多东西啊 那是因为舅舅喜欢小舅吗 谢谢舅舅的没有 谢谢舅舅 谢谢舅舅 来 小舅哥我再跟你讲一遍啊 这个 并不是我的珍藏版 我的珍藏版是红蜘蛛 等你把它玩明白了 我就把红蜘蛛给你 好吗 说定了 那这个 舅舅答应你 你十八岁的时候 我送你一辆真的 我发誓 最酷的一个 马上就要登场了 怎么样 不要对着别人 你的 小龙 你买这些玩具 带到你房间房好了 让他们有话都给你吃 好 打电影啊 小舅舅越来越多了 马林 你现在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 买这些东西你下血本了吧 他是我的亲外甥 没事吧 姐 我给我亲外甥买点礼物 怎么了 跟姐着装什么呀 有话你就说啊 没什么事 真没有 买房子的事呗 我就想在近期买一套房子 跟莫莫搬出去住 越快越好 回来拿钱了是吗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事 再等等吧 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 对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你要是早回来的话 钱我早就给你了 现在吗 我得再考虑考虑 你看 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想 我之所以想尽快地去买一套房子 跟莫莫搬出去住 是因为我真的特别不想 跟你掺和到 你们的这些是是非非里面 你跟杜小舅是你跟杜小舅 我跟于莫莫是 我跟于莫莫 我们 什么叫我们的是是非非 马林 你还是不是马家人哪 要钱的时候一口一个解 现在姐姐遇到困难了 你怎么推得一干二净啊 我问你 要是我跟杜小舅打起来了 和我跟你那个宝贝 余莫莫的姐姐余诺诺 打起来了 你帮她一票 说不出来了吗 我告诉你 我不借给你钱 我不是跟你闹情绪 我是为了你好 本来我和妈 就觉得你们在一起不合适 现在出了这么一个事 我们就更觉得不靠谱了 我的建议啊 趁你们现在感情不深 赶紧抽身出来 也搞得两败俱伤 真的不太明白 为什么你们的解决方式 一定要打呢 你们就不会好好说嘛 什么事情不能弹劾嘛 好 我们的问题 你就不要管了好吗 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话 有些事啊 当断则断 我现在发现了 咱们两个人之间有代沟了 我跟你儿子是一胆 小龙 来啊 阿伯儿 来啦 来啦 什么好事啊 前两天对我都没冷对呢 不是 怎么了 你那劲儿过去了 我告诉你 我欠儿没消了啊 你要是闲着没事呢 想拿我消遣羞辱我 我告诉你 那我就只有一死了 你海归你也懂一哭二闹三上调啊 杜晓 你自己不如意 你别把你那种愤世激俗的 那阴暗心理带到婚姻里头来啊 你还婚姻呢 你看看你最近 你把我当老公了吗 你把我爸妈当公婆了吗 你憋了好几天了吧 我发现你这个人吧 不仅心眼小 而且还记仇 我都忘了前几天 为什么给你吵架了 你怎么还翻旧账呢 牙子必报 小人 别了吧你 别装 你最近没上网看呢 网上都说了 像我们这样的凤凰男的 就是这个特点 怪就怪你当初结婚 结得太草率了 你看 你不知道我没房子 也不知道我爸妈是农村的 你啥都不知道呢 你就敢跟我现身了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就叫 社会失足女青年 你这就是个过不去了 老公 喝水 你啊 别嬉皮笑脸的 告诉你 你要想走出这个水深火热 其实特别简单 真的 你就一句话 我绝不跟你死缠乱打 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 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 杜翔 你什么意思啊 威胁我是吧 你别以为我们这种大龄女青年 就不敢离婚 少吓唬我 跟你离婚分分钟的事 我根本不会觉得痛苦 我 我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 好不好 我今天找你来 是要跟你说房子的事 我说你是不是真想逼死我呀 真逼死我 这是我们的买房基金 就按你妈妈说的办 我有钱了也往里存 你有钱了也往里存 什么时候我们把房子的首付 存齐了我们就去买房 这看你拿着 怎么样 我够意思吧 三十好几了还跟你玩创业 我已经往这卡里存了不少钱了 你呢也得多存点钱 别到时候你存的钱 只有我存的钱的一个零头的话 我就不敢保证 我还有这么好的态度了 诺诺 我看出来了 你呢是还想跟我好好过日子 我也想开了 你一个瘦男 我一个瘦女 咱俩也都别装着了 你也不是我的大英雄 我也不是你的小公主 过了那个年纪了 现在好好的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才是最实在的 朗朗 就算我不把你当小公主说 我会把你当老婆一样做的 这是没问题的 行 这卡呢我拿着 房子呢没问题 用不了多久咱们就会买的 本来这就是我应该做的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行了 没有别的事 咱们就作严起行吧 好 放心吧 没问题 快 早啊 朗朗 吃点好的啊 拜拜 你也吃点好的啊 走了啊 走了啊 咱们这是最好的鱼 LINDA 她是最好的鱼 好 我儿子 DOWN 她们呢 乖叶 enough 你儿子 放心吧 你儿子 deixar me的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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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想想想席 要自己啊 坐吧 这环境不错啊 比你在美国的时候 住的环境好多了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找你就是求你点事 给你借点钱 借多少钱 干什么用 我买房子急着用钱 不多 就是个首付的钱 等到时候 我会连本带息一起还给你的 今儿怎么这么巧啊 你和我弟商量好了 组团来忽悠我啊 你弟也要买房子啊 我弟买房子 和你买房子性质不一样 我弟是给自己买房子 是我们马家自己的事 你呢 你是小龙的爸爸 本来你的事 也算是我们马家的事 可是如果我昨天没有去余家 我不知道余末末 还有一姐姐叫余诺诺 我不知道余诺诺 是你老婆的话 这钱我肯定结 杜小龙 你结了婚不告诉我 现在要给你老婆买房子 还要帮我要结 你当我傻子呀你 你好 欢迎莫 欢迎莫的房子店 怎么回事啊 这事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马小龙是谁给弄在家里去的 你都怪我 我让马林买房子 我们想搬出去 不就是为了你和我姐搬回来住吗 马林就回去问她姐要钱 她姐倒是同意了 她姐倒是同意了 但是她说给钱可以 但是要把我们家祖宗十八代全给调查清楚了 我这一想深圳不怕影子歪 调查就调查呗 我就把我们家的相册给她看 结果她一看 就看见你了 你说这么倒霉的事都能让我给碰着 这不就是活该吗 你这说的什么话呢 你倒霉 我姐就不倒霉了 我昨天听说你有儿子的事 我都快欺诈了 我有儿子我也是才知道的 是 是 马林都跟我说了 可是关于这件事 是不是你对不起我姐 你跟你姐说了吗 还没呢 我妈不让我说 你妈知道了 这不就是因为昨天 他们商量着要给你们买房子的事 我一听特生气 就说了 那他们什么态度啊 他们说了 让我把我姐接回来住 还有关于你的事 等你屁股擦干净了再说 擦得干净吗 小龙是个大活人 这马小柔啊 摩拳擦掌的 准备是跟我血战到底了 姐夫 这是我最后一次 再叫你一声姐夫 我警告你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只要我姐受到一点伤害 我就跟你没完 你怎么打车来的呀 你怎么打车来了呀 我这车呢 你卖了 卖了 卖了 对呀 为什么呀 手上没钱了 咱们不是要买房子吗 所以我就把车给卖了 那你姐不是说要给我们买房吗 我姐还替我姐啊 昨天那事你不知道吗 我姐现在对你们家有了一点点的敏捷 我就知道 我早就跟你说了 马家和于家一定会成为敌人 现在怎么着吧 好了好了 走 看房间吧 来 算了吧 还看什么房子呢 我现在正琢磨 怎么把我姐变回家住呢 我们家都快闹翻天了 奶奶 我已经约好了 而且你姐姐这次一回家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呢 你想让我在沙发上睡一辈子 你想我也不想 走 走了 您看 开车来的 坐我们来的车间做保养 另外一辆新的车 行 我说我让夫妻送你们走 夫妻 我先看个房吧 好 我跟你说啊 那是一区的 那边是五十三听三位的 这边是二区的 四十三听三位的 咱这儿绿化也好 风景特别好 咱人工活 那边呢 是大门 你再看咱这交通 四通八达的 保证让这儿小姐满意 到这儿她是委会问题 十几十几 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您 您这儿房子面积最小的是多少 面积最小的 这边有几套是二百六十平的 那有没有稍微小一点呢 你真能开玩笑 马少爷这种身份的人 这边再小的怎么住 太寒酸了 没法住 是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看房 现在就可以 走 走 那个 我们等会儿还有事 可能今天看房子没时间了 要不改天吧 对吧 好好好 你们要是有事的话 把你先去忙 这房子我保证为小马有点 好 谢谢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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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如果要是有人看上了 就可以给他们 因为 你看 明镜这小区特别好 好房子多的是 是吧 你真好想 不是 真会说话 走 我让司机送你 不用了 张总 我们正好 到处溜达这边 看个环境 好 马临 你疯了吧 这种房子你也来看啊 你卖车的那些钱 连付个首付都不够 你知道吗 你看看你那些朋友 知道你有钱 净给你介绍一些贵的 也不想想咱们现在的状况 不带得起吗 是 可是住房也得住个 稍微舒服一点的 那是 可是以我们现在的 经济条件 只能选择一个小户型的 作为过渡 好吧 可是如果让我找房子的话 我只能找到这种水平 其他的找不到 我突然想起来 我有一个做地产的朋友 谁 周童 怎么啦 他是我前姐夫呢 经理 坐 怎么 签到大客户了 没有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签了几单 今天没有签成单 一单也没签成 那你回来这么早干吗 你看看你周围 谁要向你回来这么早 那怎么就你搞特殊呢 我告诉你 你别老实看图纸 那个东西跟你的业务 没有关系 我觉得还是应该研究一下吧 你看 下个月我就准备 跑几家大中型的企业 我去试试看 研究 那是坐在 独立办公室里的人研究的 你又不是刚入职的 小青年了 做事情要学会脚踏实地 别老想着一口气吃个胖子 我告诉你 杜晓昂 你的华尔街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要学习如何适应中国市场 否则 你一辈子也进不了独立办公室 快 挡摸地儿 快点 干嘛呀这是 干嘛呀 累死我了 这个呀 是我联系的项目 我想好了 咱们呀 对于周童那个项目来说 真不太靠谱 我觉得呢 天上呢 是不可能掉馅饼的 咱们不能在一棵树上掉死 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联系的项目 我怎么不知道啊 上礼拜 我呢 怕联系不下来 所以没提前告诉你 再说了 想给你个惊喜吗 那你的意思是现在谈成了 没有 那你瞎高兴什么呀 我这可是大项目啊 我高兴 是因为我看见希望了 叫周童的那个项目 我是越看越绝望 诺诺 我跟你说 咱们公司不能再怎么下去了 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 我可是正要打退堂鼓了吧 谢阳 我跟你说啊 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退堂鼓 咱俩可是好朋友啊 这公司是咱俩一手给操办起来的 什么打退堂鼓啊 你要是本校草 我真给你挤眼 一辈子都不理你 不管你是希望还是绝望 周童这个项目对我来说 它就是希望 咱们志在必得 努力吧 好 努力 听你的 我把心态放平 行吗 把心态放平和这就对了 行了 开活去吧 等会儿 我 我这项目怎么办啊 这不挺好的吗 哪儿不好了 这么大个项目 人家给你了这么多样品 多划算啊 你看啊 这都是什么计算器 计算器就好一种样式 人家这个品牌可是一大牌子 咱们给人家做策划 咱有那金刚钻吗 谢阳 你要是有本事 你就帮我谈一中国银行 面额是一百万的样品 这我就服了你了 中国银行啊 在咱卢下呢 要不您自己去谈谈 我走吧 我家里一个做白日梦的 我家里一个做白日梦的 办公室意想天开的 办公室意想天开的 我真是叫内忧外宦 我真是叫内忧外宦 谁啊 谁赖电话了 房屋中介 我看咱们还是换个地方租房子吧 再这么下去啊 房东心脏病都得下出来 真的挺好的 不错 周桃花 您这儿还有什么户型啊 现在啊 什么样的户型还都有 是吧 你看 就那个 最上边那个 那也多大面积的呀 这个啊 多大面积啊 这是个富士的呀 三百多瓶吧 三百多瓶呢 三百多瓶呢 我已经想了半天了 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房子 或者说 你需要一个多大面积的 我好介绍给你啊 是呀 我们就是想过渡一下 所以想要个小户型的 对 你千万别觉得 小户型的房子 就特别划算 我跟你说啊 现在的房市 冷就冷在大户型上 根本就没有人要啊 是吧 这一个小区建成了 大户型的房子啊 卖出去顶多也就三只 可是小户型的呢 照样抢手 一样的供不应求 对对对 毕竟现在年轻人多 大量的需求过度多 所以呢 这小户型的房子 它均价高啊 你还不如弄一弄 买个大的 钱吗 你没有无所谓 还没有 没有 玛琳啊 我觉得 这儿环境挺好的 绿化也不错 也挺方便的 是吧 真的吗 对 你觉得呢 周童 你就帮我找个小户型的 这小户型的 确实很强手啊 还剩那么几套小户型的 全是我们销售处 压箱底的宝贝那是 给我呀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要 我就给你一头 诺诺的妹妹 就是我的妹妹 咱们自己人嘛 对对对 自己 周 周童 童先生 你好 我们第二次见面了 我很欣赏你的大度 你感情都已经失败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能把友情延续得这么好 不简单哪 佩服 干吗呀你 别介意啊 别介意 睦睦 你们来买房子 不是弄得让你来找我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我们自己来的 但是如果他姐姐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会感激你的 因为我们买这个房子 实际上就是为了他姐姐和杜晓昂 能够搬回家住 我们为他们解决一些困难 你们买房子 是为了给他们腾地 没错 对 还让我来帮忙 我没那么大度 不送吗 周虹 你干吗呀 知识 他很八卦 我知道 他也很鸡猎 那我们也得买房啊 我不喜欢他 可是我喜欢这儿啊 可是我喜欢这儿啊 我真的挺喜欢这儿的 再看看呗 你来呢 别门了 别门了 汪阿姨 我上次跟你商量的事情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 来 慢点 水晴 把你的腿放下去 其次 你上次跟我们商量什么事呢 叔叔 阿姨 我上次跟你们俩说过 对不起 叔叔那天信息量比较大 头晕 我跟你说过 杜晓昂跟诺诺不合适 他杜晓昂能给诺诺什么呀 你说诺诺都这个岁数了 他需要找一个英识的人家 需要安全感 他杜晓昂根本就给不了他安全感 我以为我上次提醒了你们他俩就黄了呢 谁知道现在越走越近了 你说这样发展下去 哪天诺诺一冲动嫁给杜晓 那日子就苦了呀 你不知道 他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不是 什么 结婚了 什么时候结的呀 领了证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还不知道吗 诺诺到底还是同乡呢 诺诺前途未博 我你 我这个人我最受不了 就是看女孩子受苦了 你 小伙子 我说你是个挺好的小伙子 口才又那么好 找个比诺诺更优秀的女孩子 好姑娘有的是 好姑娘哪那么好找啊 真心对我周同好的 就是于诺诺一个 还有阿姨我告诉你 我早就不是小伙子了 我就奇了怪了 这个姓杜的 把诺诺给弄流产了 诺诺也不怎么生她的气 她坚决地把我给甩了 看来在医院那两天是关键 不过我做错什么了吗我 杜晓昂把诺诺诺流产了 什么意思 你说呀 这 你们不知道啊 诺诺流产是杜晓昂打的呀 我俩一块儿送去医院的 诺诺 小昂是不是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她做工夫回来 你这回卖点吧 她还是车 往后啊 你下班就去接她 反正你有车 好吧 她要不是顺路 你折腾儿媳妇干嘛呀 刘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不想包大孙子 现在我还真不着急了 我看那个八小龙啊 别弄了好多了 对小昂还好 还有现场的大孙子 你别瞎心思 这可是原则性问题 什么原则性问题啊 你你爸说新闻原则性问题 对啊 这个放糖吃吗 可以啊 好 放糖呢啊 来了 来了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庆着来了呀 快得一块儿吃吧 马上给小昂打电话 让她一块儿回来 不客气 诺诺 赶紧收拾东西 跟妈回家 怎么了妈 那个诺诺要回家呀 吃完饭再走呗 是啊 诺诺总回娘家 还是没长大 回家 回家 赶紧回家 跟妈回家 回家再说 赶紧的 老王啊 怎么了 哪得罪你姑娘了 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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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曹 今天我们必须 把女儿接回去 于情于理 我们都一直在容忍着杜小昂 可今天我才知道 是杜小昂一手造成了 诺诺的意外流产 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我们也不会闹 今天必须把我女儿 人接回去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这还不算道啊 你说把我们儿媳妇 接走就接走 你们干什么呀 你明明自己上了医院 坐着真溜 该我们什么事啊 这不是事实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真相了 是你儿子杜小 为了我的女儿余诺诺 才造成的流产 不是他自己跑到医院 去做的生疏 你要被流产 你懂吗 他叫被流产 对 孩子跟我回家 跟我回去 露露 你跟妈说实话 这是真的吗 晓杨她也不是故意的 再说这事都过去了 妈 你别这么激动 这事也不完全怪晓杨 我也有责任的 大变化 让她回家 她是个畜生 畜生 白领吧 加班姐 现在这白领啊 就是忙啊 不过加班也挺好的 挣钱多嘛 是不是 忙 让我猜猜 你是干什么的啊 这个你猜不出来 你是搞金融党 对不对 哎 哎 哎你你你怎么猜出来的 你的气质呗 啊 不会吧 啊 干我们这孩的呀 见的人多 嗯 现在这打车的人呀 有一半啊 上了呀 就盯着手机看 年轻的呢 那就是玩游戏 上点年龄的呀 肯定是看股票 现在这中国人呀 全民都是搞金融的 得了 别看了 咱普通老百姓 赚不着钱 妈你别哭了 事儿都过去 小孩你得了 不是 妈 你这干嘛呀你这是 滚 妈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诺诺 诺诺 对不起啊 这事都怨我真的 但但我也是不久前 才才刚刚知道 什么事你刚知道了 那 这爸妈这是为什么事来的 我大死了 iseen便妈 你干嘛呀这是 你我帮你好好说行不行 早说别打了 哎 generously 什么事呢 慢 què includes 慢慢说呗 诺诺诺宗里的孩子没有了 是你都够干的 别骗我说 诺诺自己上医院 坐着人有 孙子没了 你 DiBabaaba的眼睛 就 obs honoring我 会被厉权人家呀 你这个朋友 有的家伙 我恨你 真是的 洛瑶 你什么态度啊你 事太小了是不是 不值得大金小怪了是不是 有个事的 要不要摊开了 待会儿说的说的 别别别 爸 我不是那个意思 真的 什么意思你 这当时情况比较复杂 是不是 诺诺 还有什么事啊 没没什么事 不是 爸 真的是我的错 对都怨我都怨我 真的真的 诺诺什么话都不用说 赶紧跟妈回家 别啊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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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不是 这 妈 好 怎么了 说嘛 你这么说清楚了吧 不是 事愿了吗 我心里太瘦了 我都恨死了 也不怎么也不来个电话呀 我现在搞不好就在找你 挨屁逗扭 还要跟你接回来 可以搓板呢 谁让他把孩子给弄丢了 他妈肯定不能饶了他 要不你打个电话去问一下 我不打他 他活该 谁让他逼我生孩子来着 活该不就 不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总可以吧 别让姐夫太担心了 不发不发就不发 我发短信我都不知道该写什么 我帮你 你别发你回去乱七八糟的 什么我爱你啊 亲爱的 我跟你说 我们杜乔现在正在水深火热当中呢 你稍微幼稚点 别以为我们在戏虐他呢 放心吧 我就发 今天的事你也看到了 赶紧向我爸妈来道歉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不行不行 什么死罪活罪的 我换一句 好 发出去了 冒冒 你这也太有点落井下石了吧 你呀 我有问题 姐 那个 今天的事 没什么意思 我伤你的气干嘛呀 又不是你告的状 再说了 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跟爸妈说 其实 我挺感谢杜小阳推了我一把 要不然 我自己到医院去把孩子给做了 他爸妈更饶不了我了 现在倒好了 把事闹大了 闹得越大越好 我再回杜家的时候 他们就得对我换一个态度了 肯定不会对我不好 而且两年之内 不会再逼我生孩子了 我得养养吧 我得缓一缓点 谢谢吧 姐 说真格的 你真的打算不生孩子了 这生不生孩子 又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对吗 这是整个家庭的事 你说杜小阳他们家那个样 我再去生一个孩子 我想把我自己给累死呀 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 掉个金龟许 想生多少生多少啊 行了吧 马林为了我 连车都给卖了 她的家现在断了 她的经济来源 她本来她妈就不喜欢我了 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个马晓柔 她也不喜欢我 姐你回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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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再说 批斗会还未结束 你笑什么呀 姐 回什么呀 你就说继续批着 继续斗着 好样的 我让你醒 喂 姐夫 这我马林 你干吗呢 我快下班了 要不咱们去哪儿坐会儿 喝点酒什么的 马林啊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今天这一天啊 发生了很多事 墨墨没跟你说吗 董忠芳一日 世上一千年啊 你呀 信息严重之后了 其实我特地想教练家人 但是在他们家我 不太好意思 因为他们还没有承认我 这老美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他这个生命啊 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块吃到的 什么味道 这回 咱们两个人同病相怜 别说了 说多了呀 都是眼泪 古落平阳啊 干杯 如果你 如果 如果你是我姐常跟我说起的那个姐夫 那你应该在美国金融界很有名了 不好意思 我就是那个姐夫 真的 我想念你的长发 我想送你一个家 用三四年吧 你那些没有说的话 我一直搁在心里呀 梦是真的还是假 你还不了解我吗 把自由给你 你才能快乐幸福吧 你要的世界还很大 你在明暗的天空 想我吗 想飞的你要勇敢一点啊 想降落的时候 你记得告诉我 我怀里永远是你家 我怀里永远是你家 我在你来的天空 中了花 也会让爱的记忆都长大 你孤单的时候 别忘了伸出手 我就在不愿地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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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吗 想飞的你要勇敢一点啊 想降落的时候 你记得告诉我 我怀里永远是你家 我怀里永远是你家 我在你来的天空 中了花 也会让爱的记忆都长大 你孤单的时候 别忘了伸出手 我住在无人的地方